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就在昨天我们自媒体圈出了一个大事 就是在油管上面拥有700多万粉丝的 马兰西亚裔英国大网红 叫罗杰叔叔,Uncle Rogers 他连续上传了视频,可以说是疯狂辱华了 其中一段,他是跟在现场的一个观众互动 他在这个现场的脱口秀当中 大肆调侃武汉,调侃这个病毒来自武汉 这段短短不到一分钟的视频 现在点击量已经将近500万 当然这段视频他只是他的节目当中的一个花絮 另外他还上传了一段视频 也是跟现场观众互动 有一个观众说他来自广州 他甚至还开玩笑说 他用的是华为手机在窃听我们的讲话 所以必须要夸共产党 而现场这个人还喊了一句 我用Express VPN 我相信他这个不是在给Express VPN做广告 不过正好借这个机会 我给Express VPN做个广告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下面的链接 享受Express VPN的优惠 我想这应该是巧合 在现场的脱口秀当中提到了Express VPN 毕竟这个VPN是所有VPN里面最有名的 他在视频当中甚至还稍带脚的 讽刺了一下中国的玻璃心 非要说台湾是他的一部分 从中国 OK 谁 谁是台湾 不是真正的国 不是真正的国 我希望一天你参加了母国 一边是中国 不要 别吹太厉害 这不是政治节目 不要 别吹 像这种平时只讲舆论话题的打网红 突然讲起政治议题来了 开这种政治玩笑 特别是讽刺中国政府 这种做法当然产生出极大的影响力 这比我们平时做的这个节目的影响力 可能更大 不光是因为他的点击量 他的订阅者更多 关键是他可以把这些信息 特别是带有政治立场的信息 散播到其他的领域 让更多的受众看到 通过这种笑话来了解一点实事 不管共产党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 去搞大外宣 去宣传中国正面形象 对吧 所谓讲好中国的故事 随便一个网红的一句笑话 就直接让这些宣传破功了 几百万美金的宣传经费白花了 他讲完这个笑话之后 很快地传到了中国国内 这个罗杰叔叔 他在中国的微博上面还有账户 拥有四十万的粉丝 他说完这个笑话上传这个视频之后 果然他在微博的账号被禁言 当然这肯定是有人举报他 把他打成辱华分子 境外敌对势力 其实他并没有把这个视频发微博 但是微博还是把他禁了 当然是因为他在其他的平台的一些言论 虽然他没有违反微博的规则 但是他已经被看作一个劣迹艺人了 所以说在中国一定是全网封杀的 而且是从上到下 由政府相关部门接收到五毛粉红的举报之后 来下令把他放入黑名单 一旦政府把他放入黑名单 中国的所有平台全部都会下架他的内容 并且对他进行全网封杀 即使他在这些平台上面并没有犯错 这就叫做因人肺炎 就是这个人被看作是一个阶级敌人 他的一切都是坏的 都是负面的 这个人就要被抹杀 这种做法就是根植于共产党的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 当你是一个阶级敌人 你就是一无是处的 你没有一点好 要踏上一万只脚 让你勇士不得翻身 请问今天的中国跟当年的中国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任何不同 它的本质是一样的 而且最近几年开始逐渐的再次暴露出来 只不过在过去这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期间 给掩盖了而已 中共的这种体制的基本逻辑给掩盖住了 表面上改革开放招商引资跟国际接轨 但是现在看起来已经全部破产 它这种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本质 逐渐开始暴露出来 而站在这个罗杰叔叔的角度来讲 他为什么突然去辱华 现场的互动很有可能是安排好的 不要以为是这个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很可能跟他搭话的这个人 本身他就是罗杰叔叔这个团队的 那说明这些段子都是提前写好的 就是他就是想在现场讲这些笑话 那他不在乎在中国的微博账号了吗 他不在乎被中国封杀了吗 那很明显就说明他不在乎了 他真不在乎了 但是过去他还真的在乎 就在两年前2021年 当时他就出过一个事 罗杰叔叔和另外一个大网红 叫做Mike Chen 是在美国的网红 他们一起合作做了一期节目 是关于饺子的 因为Mike Chen本身是一个美食博主 他也拥有400多万粉丝 他有好几个账号 总结加起来将近600万粉丝 这段合作的视频上传之后 很快就被删除了 很多人都没反应过来 为什么 罗杰叔叔就在微博上面 发表了一个道歉声明 他说他上传这个视频之后 意识到该视频引发了 非常不好的社会影响 再次我与我的工作人员 向大家表示最诚挚的歉意 而且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 和视频本身可能造成的不好影响 我们讨论后决定 对其合作内容 做出全网删除处理 而且恳请大家 不要再传播相关不良内容 他说关于此视频 我和该博主在沟通以及创作中 并不了解他的政治想法 以及其过往对中国不正确的言论 这一点是我的疏忽 我以后会加强内容审核管理 作为一个马来西亚长大的华人 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 也是我为什么开这个频道的原因 我想持续为大家带来 优质的有趣的内容 最后还说 希望大家能够给刚刚进入中国的 罗杰叔叔一个改进的机会 其实这段话里边 已经隐含着讲到了 为什么删这个视频 其实很多人还没有看到视频了 或者看到视频并没有觉得 有任何问题 一个关于饺子的美食的视频 怎么就涉及到政治原因了呢 原来跟他合作的这个Mike Chen本人 他是一个法轮功的练习者 曾经就职于反对共产党的新闻媒体 虽然这个视频本身跟政治一点不挂钩 但是这个人 还是那句话 这个人被共产党看作是一个反华分子 那么这样的话 罗杰叔叔跟他合作 就有可能招致被中国封杀 所以他干脆在所有的观众或者是中国官方反映之前 就先道歉 提前道歉 这个道歉的速度 这个下跪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快到大家措手不及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今天突然连续发两三段 这种辱华的视频呢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当时他写这段话的是2021年的时候 这段话根本就不是他本人写的 很可能是跟他合作的团队写的 而这个团队当中他提到了工作人员 但因为这个罗杰叔叔本人是个华人 他是一个马来西亚裔的华人在英国 所以他的团队里边肯定是有说中文的 他们可能是受到中共的洗脑 或者他们本身就有粉红 所以这些人的政治觉悟非常的灵敏 突然发现这是个反华分子 怎么跟他合作呢 既然合作了 那赶紧删贴 删贴完还有道歉 祈求中国政府的原谅 这样的话 摆正自己的姿态 虽然中国的一些网友觉得不错 是个好同志 但是其他的海外观众 可就不满意了 觉得你下跪速度太快了 舔贡舔到毫无羞耻 在海外招致了大量网友的攻击和谩骂 其实对Uncle Rogers来讲是得不偿失的 因为他的节目主要是在YouTube上播放 他的观众也基本都是海外的观众 而且他讲的内容也基本都是用英文讲的 所以说他的受众本身 小粉红五毛的比例就是极少极少 他只不过是想 可能跟他合作的团队 要开拓中国市场 所以给他注册了中国的微博 在微博上面上传视频 想开拓第二个市场 所以必须要进行自我的审查 但是中国的市场 毕竟对他来讲是非常小的 他故意用中式口音去讲英文 这产生的效果 可能也只有说英文的人 或者英文为母语的人 才能会感到可笑 或者是海外的华人感到可笑 但是不懂英文的人 他盖不到这个笑点 所以过去这两年 我想他也明白过来了 在中国的市场 他没有机会 而且这个体量是极小极小的 他没有必要为了中国那点小市场 去得罪真正的大市场 他的主要的受众 这样他做任何节目 都是束手束脚的 因为你哪怕在YouTube上做节目 也会被翻译成中文 也被传到中国去 然后也会有人骂你辱华 骂你政治不正确 对吧 有必要吗 有必要天天能受到 中国共产党的审查机制的限制吗 中国本来就不是他的主要市场 所以过去这两年 我相信他明白过来这一点了 那么他终于决定放开手了 无所谓了 我想怎么说怎么说 你就算把我中国的账号禁了 那么大不了我不要中国市场了 无所谓 我想就是这个原因 他才开始讲这些笑话 他一旦不在自我审查 去讲他想讲的笑话 那么很容易就会被当作辱华分子 因为到处都是辱华的题材 他只要讲就有可能是辱华 果然他现在辱华了 果然他在中国的微博被封了 他失去了整个中国市场 但是他获得的是他的铁杆粉丝的支持 他获得的是真正的自由 讲到Uncle Rogers这个知名的网红 也是脱口秀演员 那么我们就想到了在此之前 中国的脱口秀遭到政府的打击 效果文化被重罚1500万 讲笑话的演员甚至还有可能会被判刑 这就是中国跟海外的差别 专制与自由的对立 所以为了眼前那点利益 不愿意舍弃中国市场的 或者本身就是在中国市场当中的玩家 最终都逃不过辱华 逃不过被中国政府收拾的命运 那与其这样 既然早晚要辱华 还不如痛痛快快的辱 还不如自由自在的辱 你只要拿得起放得下 你可以下决心 不要中国这块市场 根本不留恋那点利益 那么你的创意和创新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有一句俗语说 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 还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改一改 改成当习近平把你的窗户关上的时候 上帝会为你再开一扇门 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